你获得变成迪加雷欧特里加贝利亚与奈克瑟斯的能力 在罗伯奥特曼的世界里进行人道主义拯救 如今你利用时空之门 把彩龙扔到光之国遭受围殴 看了格里乔的懵了 这怎么会 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多奥特战士 布鲁也是瞪大了双眼 Nissan 快看 那个全身燃烧的奥特曼 不正是你水晶上的泰罗 哇塞 真的是耶 用了那么久泰罗奥特曼的水晶 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 麦克斯见你们都认识 也放下警惕心 冲过去与大家一起干彩龙 哇哦 这里是哪 好棒哦 是凑林 他与凑巢也一起进入了时空之门 你紧忙打出一道防护罩给两人 维护这玩意儿 别让等离子火花照到他们 会出事的 布鲁点点头 转身望向群殴的地方 这么多奥特曼对付一只怪兽 鲁格赛特保证跑不了 啰嗦搭在他肩膀上 包死的老弟 此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 在奥特战士们的正义群殴下 彩龙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有了早死早超生的念头 艾迪健壮不脱了 大家一起干掉他 哼 七彩光线下 彩龙被打成了焦黑色 艾迪皱眉 这彩龙怎么比其他的都肉呢 都给我闪开 本大爷要亲手干掉他 彩龙在惨叫声中轰然炸裂 化作碎片落了满地 变成了一枚水晶 泰罗捡起一看 啥玩意儿 刚刚鲁格赛特变成的东西 作非提出建议 给西卡利分析分析 说把朝你飞去 特里加 你是陈平安对吧 能解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还有你旁边的怪兽是谁 你摆摆手 格里乔快变回人类先 随后你简单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中奥恍然大悟 作非也释然了 你做得很棒 这里是宇宙景 贝对 就算是贝利亚来了 也得脱层皮再走 你看破不说破 也不知道是谁 让贝利亚在等一只火花塔下搭讪 等一旁丑林举手发言 我想参观下这个神奇的地方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塞罗自告奋勇 来 我带路 太感谢了 您就是塞罗奥特曼吧 你认识我 当然 我这里还有你跟你父亲力量的水晶呢 说的是 泰罗与塞罗的水晶浮现 不是塞文尼桑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布鲁斯手忙脚乱地换出塞文水晶 尼桑 我搞错了 这个才是 光之国科学技术局 你们刚逛到这 西卡丽就冲了上来 能否接奥特水晶一用 我想研究研究 臭家兄弟爽快答应 连格里桥也拿出好几个 西卡丽欣喜不已 那个陈平安 时空之门的能力 我也想研究一下 你点点头 没问题 我就留一道回去的能量 其余的你先拿走 西卡丽嘴都快笑歪了 那你先教下我怎么用 没问题 说的是你会说打开一道时空之门 走 西卡丽 既然都用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到了哪个时空 刚走进去 西卡丽愣住了 眼前的场景实在是太熟悉了 是行星阿柏 西卡丽 你回来了呀 你已经完成训练 成为了一名勇士吗 翩翩花瓣从你俩身边飘过 散发出空灵的声音 我 我 我 西卡丽哽咽了起来 我回来了 望着眼前的场景 你叹息一声 多可惜呀 西卡丽的白月光 行星阿柏的意志 和一位奥特战士 成为了知己 西卡丽深吸一口气 这一次 我定能守护好你 你指了指天空 看 敌人来了 哼 西卡丽身上爆发出速杀之气 手腕上的光刃延伸而出 与袭击行星阿柏的家伙 冲撞在一起 薄加如 守死吧 要是以前的西卡丽 薄加如倒可以打打 但现在的不一样 那可是光之国的科学家 单手举被鸟的奥特战士 一番激烈碰撞后 薄加如受伤不清 要是没有你 行星阿柏早就成我的盘中餐了 说完薄加如便想施展传送能力 身体逐渐虚化起来 见此星星 你当即转化为特将军强力型 双手斜队张开 拉出网状的红色能量 冲击在薄加如的身躯之上 近片刻 对方竟完全恢复了实体 次元移动被封闭 传送失效 薄加如懵了 我刚不是传送走了吗 怎么还在原地 疑惑之际 西卡丽已经凝聚完能量 骑士射线迸射而出 轰 伯加如化作飞灰烟灭 大仇得爆 西卡丽只觉得浑身通畅 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谢谢你 西卡丽 空灵的声音再次响起 但我知道你不是他 西卡丽急了 不 我就是西卡丽 我 我 说着时 西卡丽的声音弱了下去 我真的是西卡丽 微风轻轻地吹过 花瓣形成了一只手 温柔地扶在西卡丽的脸庞 未来的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对吗 此话一想 西卡丽再也绷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对不起 当年我没能拯救你 这些年来 我一直很想跟你道歉 但根本不可能 没关系的 西卡丽 你这不也回来了吗 希望未来的你过得更好 在一片片温柔的安慰下 西卡丽也总算释怀 谢谢你 陈平安 你获得变成 迪加雷欧特里加贝利亚 与奈克斯斯的能力 在罗伯奥特曼的世界里 进行人道主义拯救 你见西卡丽 心结意料 便打开时空之门 一起离去 刚走出 发现有点不对路 时光之国没错 抬头一看 无数怪兽 正在与无数奥特曼 在战斗 其中最为显眼的 是那个巨型黑暗 陆基艾尔 你整个人都惊呆了 快 西卡丽 咱们快跑 这是火花大战 那你赶紧给我打开 时空之门啊 快 下一秒 你俩在火花能量 波及到的一刹那 回到了光之国 吓死我了 西卡丽拍了拍胸脯 看来这玩意儿 不能乱用 真容易出事 你也是有点怕了 以后少用为妙 没多久 大家参观完毕 光之国 你用仅剩的 时空之力 打开通道 带着众人 回到原来的世界 查看了下系统面板 想着领取 消灭鲁格赛特的奖励 却发现任务 并没有完成 要把这家伙的水晶 也挫骨扬灰了才行 突然 人工智能飞了过来 完了完了 鲁格赛特要来地球了 丑林疑惑 达林 你在说什么啊 鲁格赛特已经被我们解化 戛然而止 因为达林放出宇宙监测画面 上面显示有黑雾 在不断接近地球 最重要的是 足足有五团 丑永海差点没疯 没看错的话 是不是有五只鲁格赛特 格里乔也是满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鲁格赛特只有一只才对啊 丑黄海最快反映过来 妈妈 我们要再次把他们都封印成水晶 然后丢到光之国去 丑林满脸绝望 来不及了 他们数量太多 丑潮心生一计 陈先生 请马上打开时空通道 我们去寻求光之国的帮助 你摇头苦笑 不行 西卡丽拿走了很多能量 今天是没法再次打开了 稳听此言 丑潮跪倒在地 脸上充满着绝望 完 完了 格里乔当机立断 让我把地球炸了 这样就算来十只鲁格赛特 也得全嘎 你急忙拦着 别别别 我俩先去宇宙阻拦下看看 万一这五只不强呢 格里乔冷冷开口 行 如果没法阻止 地球我炸定了 转身看了眼朝阳 快跟你的两个哥哥走吧 起码能活下来 眼闭掏出回旋闪光 再次变成掳个极欧闪电 你也拿出神光棒变身 给俩兄弟叮嘱了句 先好好休息 等待会冷却结束 再变身支援我们 说完便与格里乔飞至宇宙中 望着五团黑雾在快速靠近 你先切换为空中形 一发冰冻光束打过去 其中一团黑雾被凝固住 格里乔见状快速凝聚格里极欧加农 轰 黑雾被打爆 在烈焰中 它凝聚成了彩龙实体化 于是乎 你与格里乔合作 又将一团黑雾打出实体化 还剩三个 你当机立断 一口气释放三道冰冻光线 格里乔急了 你这么做我来不及攻击 然 你却在发射完光线后 甩出三张镜面封印卡 三团兵物被吸收了进去 格里乔怒了 有这东西你怎么不早用 现在两只鲁格赛特已经实体化了 你无奈 大姐 我刚也没想到这招啊 边说边再次掏出镜面封印卡 然 两只彩龙可不是黑雾形态 其一直接释放出创世安魂曲 格里乔根本必无可避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紫色身影创飞了他 被爆炸的火光彻底吞没 格里乔愣住了 当年两个哥哥为他挡下安魂曲的一幕 再次涌现 格里乔好好活下去 不 你缓缓转过身 别担心 我没那么容易死 这俩家伙就交给我 毕竟特将军 冲不战无名之辈 话音刚落 另一只彩龙又开始凝聚创世安魂曲 没有犹豫 你浑身爆发闪耀之力 永恒再配里奥 刷 两道强大的能量在宇宙中碰撞 将十片刻后 金色光线缓缓压了过去 哄 无尽的火花在彩龙身上爆开 还没完 永恒杰拉迪斯 Ciridus 两道能量的攻击下 彩龙在火光之中湮灭 化作粒子消散 闪耀之力 恐怖如斯 然 还没等你喘口气 另一只彩龙的创世安魂曲 已然就绪 格力桥冲到你面前 小心 你气急败坏 抓住他的胳膊朝远方一甩 哄 没有意外 你又硬扛了一记创世安魂曲 直接被打回复合型 计时器也开始闪红 依旧是没有停歇 彩龙又开始凝聚创世安魂曲 平安哥 是罗索与步鲁 梁傲挡在你面前 你知道这俩货挡不住安魂曲 当即掏出神光棒 你变身卡无敌争的bug 隐士扛下了这记安魂曲 总算松了口气 还好获得的是迪加变身能力 要是银河 估计已经嘎了 好 好